2016年9月9号,百格为你总理各报评论。 首先是中国报的评论,标题是《世纪之沃带来改变》。 针对前首相马哈迪跟前副首相安华的《世纪之沃》, 《中国报》今天委定专栏作者许国伟认为, 这很可能改变马来政治时局。 作者指出,在政治上,跟敌人合作远比跟朋友合作更好, 因为跟敌人的结盟可以完全以利益为考量, 只要有共同利益。 所以对敌马而言,跟安华的合作就是属于敌人的结盟合作。 至于公正党为何会跟敌马合作呢? 作者认为,这是因为公正党的主战场是在混合区, 所以在失去一党打巫统的情况下, 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土团党去打巫统。 最好,陈信党也加入战围, 只要陈信党也插上一脚, 一党就会参战, 那么把巫统的选区, 不管是强区或者是挥区都变成多角战, 尽最大的能力去分散马来选票, 到时候,巫统就要忙着捍卫这些选区, 无法抽身去应付混合区。 不过到最后, 谁主江川的重要关键还是马来票, 因此,谁能争取到一党就先有优势, 而陈信党如果再不赶快强大起来, 则很可能会变成鸡肋了。 接着同样是中国报的评论, 标题是《还可以再烂吗?》 针对轻快铁在周三早上, 因为碰上大雨而故障的问题, 中国报评论专栏《甄子月》作者甄子权认为, 一语成灾,实在说不过去, 也难以接受轻快铁公司的解释。 作者以其他国家为例子写道, 日本电车烧迟发车, 工作人员从车头道歉到车尾, 台湾内户捷运失误连连, 北市监运局长请辞, 以及新加坡政府则是马上谴责, 彻查再彻查有错必拔。 反观我国,政府成长半三拍, 长官不识,人间烟火, 不知民怨何其苦。 久而久之对公共交通患有冷感症, 说要改善又有心无力, 无疑是在为一再突垂的公共交通业者壮胆, 而轻快铁、火车和巴士哪个不起价, 但哪个起价了,服务变好了呢?